大家好,今天是温哥华时间1月23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港湾播报,我是Cherry 近日,加拿大一个研究者团队宣布 率先发现了一种口服药丸可以有效的治疗新冠 不仅能够帮助不需入院的新冠患者 还能有效降低重症率和死亡率 据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心脏研究院 Montreal Heart Institute研究者们在22日时表示 这种口服药丸秋水先减能够帮助数百万 非住院患者抗击新冠病毒 这份研究的主导人Dr. Jam表示 这是一项重大的科学发现 而且秋水先减应该是第一个能有效治疗 非住院新冠患者的口服特效药 能在魁北克得出这个结论来帮助全球的人 我们非常高兴 Jan表示 据悉秋水先减这种药 原先是用来治疗其他疾病 通常被用作是一种短期治疗急性痛风的药物 该研究团队对4159名新冠确诊患者进行了试验 发现秋水先减能够避免21%的患者 出现需住院治疗或死亡的风险 不仅如此 这种药还能够有效降低25%的住院率 减少50%需使用呼吸机的概率 并能降低44%的死亡率 这对新冠患者来说是一份希望 他们会担心并希望自己不要出现并发症 此前没有口服药物能够帮助他们降低这种风险 Jan表示 他还认为 这种药能够减缓医院爆满的压力 并减少医疗支出 我们的研究证明了这种治疗的有效性 使用秋水先减能够预防出现严重的感染病症 并降低出现与新冠有关的并发症的几率 Jan说 研究者们还表示 秋水先减能够很快地用于治疗新冠确诊患者 周六位于沃泰华的斯巴达生物科技公司宣布 加拿大卫生部已经批准了该公司的新冠病毒快速检测仪 授权该仪器在市场上进行销售 该公司在声明中说 斯巴达检测仪是加拿大市场上首个真正移动式的快速新冠病毒检测仪 加拿大卫生部之前曾批准过该检测仪 联邦政府还下过每月4万次测试的订单 但2020年5月在发现测试有问题 结果不可靠以后 加拿大卫生部限制该仪器仅用于研究 斯巴达公司之前表示 加拿大卫生部的担忧源自于仪器使用的柿子的有效性 而非仪器本身 公司创始人当时说 这个问题在2020年夏天应该能得到解决 在使用受到限制前 该种加拿大制造的检测仪 据报告可在60分钟内就地获得检测结果 后来的升级更承诺可将时间缩短到30分钟 该公司在声明里说 斯巴达检测系统可以为偏远社区各行业和实验室使用受限的地方 提供高质量检测结果 帮助减轻医疗系统的负担 CBC新闻联系加拿大卫生部获取评论 但未立即得到答复 安省卫生厅在电邮里对再有快速检测仪获得授权使用 表示欢迎 加拿大前总督帕耶特在有关职场霸凌报告公开后宣布辞职 而当年挑选帕耶特出任这一国家元首职务的特鲁多 没有就事件道歉 特鲁多周五在官邸门前举行的记者会上被问及 他是否觉得应该为当年决定任命帕耶特出任总督而道歉 特鲁多在回应中没有提及道歉 他说我认为作为政府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展示 建立一个不受骚扰的自由和安全的工作场所 人们可以安全的进行重要工作的重要性 当同一名记者在此要求总理回答这个问题时 特鲁多补充说 总督府立都堂的工作人员一向都十分出色 他依然没有道歉 特鲁多说道 我们要感谢他们的工作 并向他们保证 我们将继续确保员工在政府部门乃至全国各地拥有安全的工作场所 总理还被问到是否后悔任命帕耶特 他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 相反 特鲁多称赞前总督给这份工作带来的特色 他说 我认为帕耶特女士着重科学和服务为工作带来了很多积极方面 他又表示 显然每个人都有权有一个安全的工作场所 这是我们政府所深信的 因此我们接受了总督的辞呈 此外 特鲁多称 已向英女王通报本国总督的职责 暂时由加拿大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执行 至于何时就帕耶特的继任人做出建议 他表示 会在适当的时间提出 周四 联邦书密院就总督帕耶特被指对员工做出霸凌行为 而进行的独立调查 完成并公开报告内容之后 帕耶特及助手洛伦佐随机宣布辞职 成为史上首位请辞的加拿大总督 总理特鲁多已就前总督帕耶特辞职 禀报英女皇 他表示 将采取行动来改善任命下一任总督的审查程序 特鲁多周五表示 委任帕耶特主任总督的程序十分严格 但他没有透露委任之前是否与帕耶特的前雇主联系过 特鲁多已就帕耶特辞职事件 禀报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他周五致电女王并向他通报 帕耶特辞职之后 加拿大总督一职 依法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瓦格纳赞代 直到新总督上任 特鲁多还表示 将采取措施改进下任总督的委任程序 不过他没有说明具体步骤 白金汉宫发言人周五证实 女王已经获知消息 并将此事交由加拿大政府处理 联邦收命院院长兼政府事务部长勒布朗周五承认 帕耶特辞职事件表明 需要加强审查委任程序 总理特鲁多在2017年委任帕耶特为总督之前 解散了由前保守党政府设立的 五党派背景的总督和省都人选推选委员会 勒布朗说显然这种情况远非理想 他表示政府一直都有任用人选审查过程 但显然这一过程可以得到加强 可以得到改善 勒布朗透露已进行相关的讨论 但总理尚未有时间考虑选择帕耶特继任者的最佳方法 他说下周可能会有更多宣布 1月23日 有网友晒出了一段华为小公主姚安娜的同学 实名爆料姚安娜出道前一些猛料的视频 视频是在前几天录制的 最近几天大家一直都在吃正爽代孕弃养 张碧晨化成羽未婚生女的瓜 刚出道的姚安娜的风头 一下子就被盖了过去 不过在这段爆料视频中 还是有让很多人吃惊的地方 颠覆了此前很多网友对小公主 姚安娜的同学称和她认识五年 并在视频中称自己叫普梦如 实名爆料她所认识的姚安娜 普梦如在视频中表示 自己是2016年进入波士顿学院 并于2017年成为哈佛韩国研究所的学生代表 为证明自己所说属实 她还晒出了当时和同学的同框罩 姚安娜出道时 她的国籍以及求学之路备受争议 引起网友们的热议 视频中的普梦如透露了姚安娜的求学之路 以及国籍问题 普梦如是2016年在校园里结识姚安娜的 姚安娜并非之前网传的美国国籍 而是中国香港籍 在英国的牛津市长大 所以一直以英语为母语 直到中学的时候才移居到了上海 大一时姚安娜对中文的理解能力还非常差 和同学基本都是用英文沟通 平时的发信息和朋友圈都以繁体字为主 上到大三时身边接触了很多国内的朋友 所以姚安娜才会熟练的使用中文 普梦如在视频中对姚安娜的评价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姚安娜21岁前 另一部分则是姚安娜受到外界关注后 普梦如称 姚安娜在21岁前是真的非常优秀和自律 当时凭借着自己的实力 姚安娜同样可以进入长青藤大学的 姚安娜的转变发生在她从微软实习回来 还有就是参加了巴黎民园舞会之后 当时的巴黎民园舞会让姚安娜出尽风头 且迅速走红 华为小公主的头衔让她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人物 姚安娜的心态也跟随着发生了变化 整个人画风突变 在她姐姐孟晚舟出世期间 姚安娜一点也没有受到影响 依然流连往返于哈佛的各种派对中 受到关注的姚安娜便不再对学习用功 当其他同学都在努力用功时 姚安娜要么在巴黎看秀 要么就在拉斯维加斯游乐 过起了真正属于民园的生活 在视频的最后 普梦如还爆出 姚安娜在学校经常对来自国内拿全额奖学金的贫困生 使用校园暴力 故意排挤他们 导致很多贫困生退学 休学 不能完成学业 普梦如坦言 她不想造谣 只想反映一个客观的事实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网友 可以致电哈佛大学的本科教务处 询问是否在2017 2018 2019年 都有穷人家出身 拿着哈佛全额奖学金的国内大学生 因为受到一定程度的校园排挤 而出现了休学退学的情况 视频的评论区 有很多网友对爆料的内容有质疑 第一条视频引起的争议后 普梦如又发了第二条视频来回应争议 她在配文中称自己不昧良心 不畏资本 她表示自己上一个视频并没有故意诋毁姚安娜 一切都是自己知道的 并如实附属 还透露当年和姚安娜一起被哈佛录取的八名中国学生 在2020年 包括姚安娜在内只有六人毕业 其中一位没有毕业的女生 就是她曾经的好朋友 今日随着姚安娜宣布出道 她在北京的豪宅也被曝光 根据曝光的内部照片来看 这座豪宅内部的装修十分简单 一室两厅 占地133平方 价值1600万 之前在姚安娜出道的视频中 也出现过这套豪宅 有网友觉得 这套豪宅从内部装修来看 算普通 而且才133平方 1600万的价格在北京 也不算是豪宅级别 但姚安娜买的这套豪宅 其实一点也不简单 据悉 这套位于北京东三环和长安街交汇处的豪宅 是北京顶级富人区豪宅 可以看到全北京最美的风景 姚安娜买的这套豪宅的均价大约为11万 这区的豪宅价格在1500万到4500万左右 姚安娜买的这套豪宅面积算是比较小的 而且装修普通 所以看得出来 她很大可能只是为了上班方便才买这套豪宅 据悉 有不少明星都在这个区买过豪宅 比如姚明 刘嘉玲和张子怡等等 近日 姚安娜宣布出道引起了不少争议 姚安娜还在纪录片中发出疑问 不理解为什么很多网友不喜欢她 更喜欢她的姐姐 她自己也因此感到很难过 姚安娜的出生背景确实是引起争议的一个原因 另外 姚安娜前不久发布了第一支单曲 但她在里面的表现却差强人意 不管是跳舞还是唱歌都不能让观众幸福 没有过硬的才能的姚安娜却有着如此强大的资源可以出道 这才是她出道有这么多争议的主要原因吧 从姚安娜出道的纪录片来看 她似乎也很想让网友们接受她 但是这也不是她说几句话就可以的 姚安娜要大家认同她作为艺人 可能只能靠她自己去真正下苦功 磨练自己的才能了 姚安娜的看法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大家